我们都渴望平安 平安不仅仅是安全 亦或是没有战争、暴力、冲突和纷争 得知救主知道我们是谁 知道我们对他有信心 我们爱他 持守他的诫命 平安就会来到 甚至特别是在重创生命的考验和悲剧时 尤其如此 主给囚禁在利伯地监狱的先知 约瑟自密地回答 抚慰人心 我的孩子 愿你的灵魂平安 你的逆境和你的苦难不过是片刻 然后 如果 你好好持守 神 必提升你到高